佛弟子的故事 杀人狂成圣者 冤爵利摩罗 在居萨罗国王统治的 科莎罗王国的守卫城 有位普罗门国师 国师的妻子叫做门达尼 他们有个儿子 这孩子出生那天 城里的兵器都发出了亮光 连国王的剑都发出了亮光 他的父亲站在外面观察天象 就马上明白了 儿子是在强盗星出现的时辰出生的 到了早上 国师马上去拜见国王 并问国王说 昨晚睡得好吗 国王就回答他说 国师 我怎么能睡得安稳 昨晚我的剑 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看就知道 会给我们的生命 或者是国家 带来灾难 国师又说 国王 请不要太担心 昨晚我妻子 生下了一个男孩 才使得所有的兵器 都发出光芒的 国王又问 国师 你说的这话 又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国师就回答说 我的儿子将来会变成强盗 国王又询问说 那他仅仅是一个强盗 还是会变成一个 谋害国家财产的强盗呢 国师回答说 只是一个普通的强盗而已 为了表达自己 很担忧国家的安危 就禀告说 请赐死我的儿子吧 国王就说 只是个普通的强盗 又能做出什么事呢 就像是田里的一株麦穗而已 还是把它养大吧 到了要帮这个孩子 取名字的那天 放吉祥剑在床头 放剑在房间的角落 放小刀在棉花里 这些都发出了亮光 为了不让这个孩子 变成强盗 国师就帮他取名 叫做阿和沙克 是不侵害者的意思 阿和沙克一天天长大 他的力量如七头大象的力量 因为他前世所修的功德回报 那一世 他是个农民 有一天 有一天 一位辟之佛被雨淋了 袈裟湿湿的 要忍受寒冷的辛苦 辟之佛来到他的田地 他就很开心地说 今天福田已经在这里了 他就燃火来供养辟之佛 此功德 使得他精士变得武力非凡 后来 国师就把阿和沙克 送到达嘎希腊城去学习 阿和沙克就靠帮导师干活 来代替学费 因为阿和沙克很尊敬导师和师母 还是个温文尔雅 秀外会中的好学生 所以导师很喜欢他 但是其他的学生都很嫉妒他 他们就一起商量 要让导师讨厌阿和沙克 最后所有的学生就决定分成三组 每一组都去告诉导师说 阿和沙克要伤害导师 当导师听到他的学生说 阿和沙克要伤害自己的时候 第一次他没有相信 就把他的学生赶走了 当他第二次听到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相信 再一次把学生赶出去 到第三次 学生再重复地把这件事告诉他 他就觉得阿和沙克一定会杀他 就想把阿和沙克杀了 但又怕有损导师的名声 如果杀了自己的学生 以后就没有人敢来跟他学习了 就密谋想借他人之手来杀了阿和沙克 就叫阿和沙克进来 然后说 还有很高深的学问要学 但你必须杀够一千个人 用来供奉这门学问的导师 你这么做了才算真正完成了这门课程 导师这样教导阿和沙克 因为他想 阿和沙克杀了很多人以后 总有一天他会遇到更有本事的人 然后把他杀掉 阿和沙克听完这些话就说 导师 我的家族从不侵害他人 我不能这么做 导师说 如果不杀人来敬奉老师 是没有用的 阿和沙克听到这里就拜别了导师 然后拿了五种武器 独自一人来到了居萨罗国的 芷利尼森林 为了去杀人 起初他用方法记住了杀人的数量 当他杀的人的数量越来越多的时候 他的业力使得他的聪明才智减少了 他记不住他杀的人的数量了 到最后他就把被杀的人的右手拇指串起来 挂在自己的脖子上 因此大家称他为杀人狂 冤爵利摩罗 冤爵利摩罗只在森林里杀人 所以没人敢进这片森林 冤爵利摩罗只好到村落去杀 村民只能离开村庄逃到舍卫城安居 有些村民就去向国王哭诉 国王就派军队去抓冤爵利摩罗 当国师听到有个强盗叫做冤爵利摩罗的时候 就知道一定是他自己的儿子阿和沙克 就和他的妻子说 爱妻 那个叫做冤爵利摩罗的强盗一定是我们的儿子 国王现在要去抓他 我们要怎么做 妻子说 那你快去把儿子带回来啊 国师就说 我不敢去 因为我们不应该信任四种人 一是曾经和我们做过朋友的强盗 第二是曾经很要好的朋友 第三是尊敬的国王 四是有亲戚关系的妇人 再说了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儿子 所以国王要怎么做 就随他吧 他的妻子很担心自己的爱子 所以他就说 我现在就去森林把儿子找回来 佛陀早上观察众生的时候 看到了冤爵利摩罗 就想 如果门达尼早上遇到他的儿子 他的儿子一定会把他杀了 因为那个时候 冤爵利摩罗挂在脖子上的手指 已经有999个了 就差一个就够一千了 遇到谁 肯定会杀了谁 冤爵利摩罗 以前积了很多功德 这一世 是最后一世了 如果他把自己的母亲杀了 就造了很重的恶业 也不能完成佛法 只能下地狱了 除了我 没有人可以帮得到他 出于怜悯之心 佛陀打算去度化冤爵利摩罗 当佛陀托波回来 用完扇以后 就独自徒步游巡 为了去解救冤爵利摩罗 而冤爵利摩罗 正为自己快要杀够一千个人 可以回家见父母 而感到高兴 就把身体洗干净 把头发和胡子整理干净 他一边换衣服 一边想着回家见父母 当他整理好自己以后 就从树林里出来 打算进到城里之后 看到谁就马上杀掉 那个时候 他远远地看见母亲 就把剑冲过去 为了杀最后一个人 正在这时 佛陀现身于冤爵利摩罗 跟母亲之间 当他看到佛陀 就想改杀佛陀 就拿着剑 跟在佛陀后面追 佛陀现神通 以平常的步伐走路 但是冤爵利摩罗 却用尽全力 也无法接近他 冤爵利摩罗奋力奔跑 也还是赶不上佛陀 冤爵利摩罗 累得直喘气 汉从夜窝往下流 累得连脚都抬不起来了 就想太怪弹了 从来没有过 以前不管是奔跑者的马 还是行驶者的车 我都能赶上 只有这一次 我用尽全力追赶 还是追不上 那个像平常一样 行走的人 冤爵利摩罗就停下来 站在那里 对佛陀说 先停下来 先停下来 佛陀就说 我停下来了 冤爵利摩罗 你也停下来吧 这时冤爵利摩罗就想 释迦族都是说话算数的人 但是为什么这个人 一边走 一边说自己停下来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要问明白 冤爵利摩罗就问佛陀说 你看 你正在走着 你却说你已经停下来了 而我已经停下来了 你却说 我没有停下来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停下来 是什么样的 你不停下来 又是什么样子的 佛陀就回答说 看吧 冤爵利摩罗 我已不再造业 伤害 众生 所以 我在任何时刻 都是停下来 都是停下来的 而你还在伤害众生 所以你还没有停下来 冤爵利摩罗 听到这些话之后 听到这些话之后 就马上明白了 这位大比丘 不是别人 正是佛陀 出于怜悯来度化他 他就扔掉宝剑 然后跪拜佛陀 请求出家 佛陀 佛陀就用威力 度他出家 佛陀只说了一句 他便消化自落 袈裟着身 成了一个佛门的出家人了 这也是因为他前世之前 做的善业 才有这样的结果 当冤爵利摩罗 出家完成之后 就跟着佛陀 回到了指缘经社 那个时候 居萨罗国王 带上五百人马 从设位城出来 为了去逮捕 冤爵利摩罗 但他毫无战胜的把握 因为他曾派了 大部分人马 去抓冤爵利摩罗 但还是无法抓住 派过去的人 还是逃回来的 居萨罗国王就想 这次如果不亲自出马 必定会惹来非议 于是就想先去拜见佛陀 因为如果是能够成功抓到 冤爵利摩罗的话 佛陀就不会说什么 如果这次注定要失败的话 佛陀就一定不会让自己出兵的 这样即使是失败了 也不会引来非议 当他这么想了以后 居萨罗国王就去 齐元经社拜见佛陀 膜拜完以后就坐在一侧 佛陀就问他 是谁冒犯了你 让你要派出那么多的人马 居萨罗国王回答说 尊敬的佛陀 有一个叫做冤爵利摩罗的强盗 没有人性的到处杀人 这种行为使得城里一片混乱 我要处置他 佛陀就说 如果他已经改邪归正 在我座下出家了 国王将如何处置呢 居萨罗国王回答说 我当向他礼敬 恭敬地供养他 但是他是个强盗 罪孽深重 怎么能够出家呢 那时候冤爵利摩罗就坐在 离佛陀不远的地方 佛陀就指给居萨罗国王看 然后告诉他说 看吧 这就是冤爵利摩罗 当所有人听到冤爵利摩罗这个名字 那些士兵们都露出害怕的表情 然后丢掉了武器 跑回蛇魏城 并把城门关上 跑到碉堡上眺望太阳寺 他们想 冤爵利摩罗 知道国王到奇缘经社的时候 就先来等国王抓了 到那时候国王就会被抓走了 幸好我们已经逃跑了 居萨罗国王的恐惧 也不比别人的少 佛陀看到他全身起鸡皮疙瘩 自愿成为侍者 并以四世供养他 但是冤爵利摩罗手持四条头驼 一是住在森林里 二是脱钵为生 三是穿着人遗弃的布料 四是只穿三衣 这些是一生都要执行遵守的 于是他就和居萨罗国王说 不用了国王 我的三衣全都有了 居萨罗国王就赞扬佛陀说 伟大的佛陀 真的很不可思议啊 佛陀可以连人人都不能教导的人 还能教导让他能安静下来 人人都不能让他灭烦恼 佛陀能让他灭烦恼 连我要利用判行和武器来折磨他 都还不能 但佛陀却能指导他 而没有用到任何的判行和武器 国王和佛陀拜别时说 伟大的佛陀 我先告辞了 国王和佛陀拜别后 就马上离开了 自从冤绝利摩罗出家的那天起 就在村里面脱波 但是其他人只要是看到 甚至是只听到冤绝利摩罗这个名字 就惊慌地逃回家 并把门关上 那些来不及逃跑的人 就惊恐地站在那里 并转过身去背对着他 使他脱波脱不到食物 有一天 他像平常一样出去脱波 遇见一位分娩的妇女 他就希望能够为这位妇女祈福 使他摆脱生孩子的痛苦 当他脱波回来以后 就去拜见佛陀 并把遇见分娩的妇女 这件事 禀告给佛陀听 佛陀为了使他在脱波的时候 不那么辛苦 就让他回去找那位妇人 然后念这段经文给他听 自从受戒以来 我没有故意伤害友情的生命 以此真实 祝愿你和你的孩子安然无恙 冤绝利摩罗 就再次来找到这位 在痛苦中煎熬的妇人 用布帘把那位妇女隔开 自己坐在早已为他准备好的葡团上 口中不断地念诵经文 当他送完经 妇人就把孩子生了下来 就像把水倒到锅里那么简单 冤绝利摩罗送的经还很神奇 除了让妇人很容易地生下孩子之外 还可以治愈各种疾病 此经就是佛教后来的止满经 念诵此经的神奇一直流传到现在 从那以后 冤绝利摩罗就不再为食物的问题担忧了 使得他很顺利地修行佛法 不久他就挣得了阿罗汉 之后的一天他正在脱波 村民们就扔石块和棍棒 为了驱赶各种动物 结果那些东西扔到了他 弄得满身都是伤口 锅也破了 身上的袈裟也被刮破了 当他走到猎人为了捕捉动物而设的陷阱 就被勒住了脚踝的骨头 使得身体很难受 这是由于他这一世所做的恶业造成的 但是他不会再受苦难的折磨了 因为他挣得了阿罗汉骨 以后也只享受涅槃的快乐而已 后来他缘寂而入涅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